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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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5日 9月又去了一半了 市又跌 又基於很多事情 又說國內政策的打壓等等 其實我只可以說一件事 國內政策一出了之後 你就跟著他繼續去做就可以了 其實有滴滴 即螞蟻未給上市 到教育方面 是需要做一些正規的事情 即是不要教壞些弟弟哥的 你看到就是握這兩個條文 就已經是了